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因驾驶一辆被报告为失窃的2015年款凯迪拉克而被控拥有被盗财产 另一名女性在20号街2800号街区因在争吵中用刀威胁另一名女性而被捕 面临二级威胁指控 BBC报道 一名男子因涉嫌谋杀未遂而被捕 此事件发生在博明汉市中心的夜总会外 警方称这起事件是故意驾驶汽车冲撞行人 周五早晨 警方接到报告后迅速赶到现场 发现一辆车撞向了在夜总会附近的行人 造成多人受伤 警方表示已有六人受伤 其中五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但伤势并不危及生命 调查人员认为 这起事件与夜总会内发生的早期事件有关 警方呼吁任何目击者提供信息或视频 来自多伦多星报的报道 福特加拿大首席执行官贝弗利·古德曼 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电动车和自动驾驶汽车的未来 古德曼在福特工作了28年 自他担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以来 汽车行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他认为汽车行业正在快速转型 尤其是在电气化和数字化方面 古德曼回顾了他的职业生涯 从一名实习生到如今的CEO 强调了团队和公司文化对他职业发展的重要性 他还提到 尽管电动车生产可能需要更少的工作站 但不会减少工人数量 并且需要对员工进行新的技术培训 以适应电动车的维护和销售 多伦多星报报道 雪佛兰Trail Blazer是一款充满个性的紧凑型跨界车 打破了小型SUV的常规 作为雪佛兰目前最便宜的车型 它的车顶与车门之间的玻璃设计 让车内感觉像一个巨大的温室 提供了良好的视野 Trail Blazer在转弯时表现出色 虽然动力不如跑车 但其悬挂系统的灵活性让驾驶者感受到乐趣 轻便的方向盘和稳定的高速表现 使得长途驾驶不再疲惫 尽管内饰在某些方面有所退步 但整体体验依然令人愉悦 Trail Blazer的表现让它在小型跨界车中脱颖而出 多轮多星报还描述了2024款阿斯顿 马丁DB12的奢华与性能 这款车配备了强大的四升双涡轮增压V8发动机 能输出671马力 0至100公里加速仅需3.6秒 内部环境宁静舒适 散发着奢华的气息 DB12被称为超级旅行车 融合了超跑的性能与豪华轿车的舒适性 尽管与梅赛德斯AMG共享了一些部件 但阿斯顿马丁在细节上进行了精心打磨 使得这款车展现出独特的驾驶体验 尽管存在一些小缺陷 如安卓车载系统需要使用数据线等 但整体而言 DB12依然是一款值得收藏的豪华车型 在多伦多星报的另一篇文章中 房地产经纪人罗伯特王 分享了他对四辆收藏车的热爱 他的车库中有经典的英国跑车 瑞典的时尚敞篷车等多种车型 他从小就对汽车情有独钟 拥有过多款经济实惠的车 如今 他的收藏包括一辆1963年的MG 2000年的丰田M22 1999年的宝马328i 和2006年的沃尔沃C70 每辆车都有其独特的魅力 王先生在修复和保养这些车的过程中 享受着驾驶的乐趣 他的收藏不仅反映了个人品味 也体现了对汽车文化的深刻理解 多伦多星报指出 加拿大的碳定价政策 本应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措施 但自由党在推行过程中 却遭遇了保守派的恶意抨击 导致政策的公众支持度下降 文章提到 许多人对总理贾斯廷特鲁多 和碳税的反感是相互交织的 部分原因是保守党领袖皮埃尔 波利耶尔煽动的仇恨情绪 尽管碳定价有助于减少碳排放 文章呼吁政府加强宣传 强调气候变化对环境的威胁 比如野火、干旱和物种灭绝等 以便让公众更清楚地认识到 碳定价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在《多伦多星报》中 另一篇文章讲述了 作者在回到多伦多后的感受 强调了城市设计 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深远影响 作者曾在维也纳和巴黎生活 发现那里的公共交通系统 和步行环境极为便利 使人们更愿意走路而非依赖汽车 在《多伦多》 作者感到自己变得无身体 因为一切都要依赖汽车出行 而在欧洲的城市中 生活的必需品都在 不行可达的距离内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也更为频繁 文章强调 城市应该为人而设计 而非汽车 这样才能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 最后作者指出 《多伦多》在过去30年中 几乎只发展了单户住宅和高层公寓 导致许多人被迫迁往郊区 而这些地方的生活 依赖于汽车 缺乏活力 与维也纳和巴黎不同 《多伦多》的城市规划 未能满足所有收入层次的人居住需求 导致城市生活的多样性受到限制 作者呼吁《多伦多》应 重新审视城市发展方向 创造更适合家庭和各类人群居住的环境 以便在全球城市竞争中 重新夺回人性化的城市空间 CBC报道 布兰普顿市因日益增加的危险街头赛车和非法汽车集会投诉 决定采取严厉措施 警方将加强巡逻 并对造成骚扰的驾驶者实施新罚款 新的罚款标准从300加元提升至800至2000加元不等 针对那些组织非法集会 赛车 制造噪音 或破坏公共财产的司机 市议员罗维纳·桑托斯表示 这些罚款旨在遏制警方一直关注的公共安全问题 居民们常常在深夜被尖锐的汽车声吵醒 警方在2024年上半年共发出超过22000项交通法案指控 其中一半来自布兰普顿 且仅在6月 警方就处理了21起汽车集会事件 桑托斯还提到 周边的沃恩市已实施类似的高额罚款并取得成效 因此布兰普顿也希望通过提高罚款来遏制非法集会 市议员马丁·梅德罗斯表示 增加罚款和安装更多的测速摄像头 将向鲁莽驾驶者传达强烈的信息 计划到2025年夏季安装135个新摄像头 以进一步增强道路安全 6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6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6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6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6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6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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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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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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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